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无线一小时新闻 我是何俊燕 今次主要新闻来源游 过在三年 我的生命都變成了外面 這是我一段時間 孟晚舟和美國達成然後起訴協議 加拿大終止引渡聆訊 孟晚舟坐著包機返國 孟晚舟離開加拿大後 被中國拘留近三年的兩個加拿大人也獲釋 有分析認為孟晚舟獲釋 不代表中美關係會因此而好轉 支聯會特別會員大會大比數通過解散議案 詳細樂用 在加拿大被捕至今近三年的 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重獲自由 她和美國達成然後起訴協議 加拿大也終止引渡聆訊 孟晚舟隨即返回中國 據報正是前往深圳 她離開加拿大之前形容 過去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生活 感謝各界支持 孟晚舟離境後 加拿大政府宣布在中國被扣押近三年的 兩個公民正是回國 善下孟晚舟從獲自由經過 你好 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當地星期五離開加拿大溫哥華的御所 到律師行以視像形式 出席美國紐約聯邦法院的聆訊 她否認銀行欺詐、電媒欺詐等罪 但同美國司法部達成然後起訴協議 將起訴日期延至明年12月1日 根據法庭文件 孟晚舟確認協議入面的事實陳述 承認作出實實聲明 華為指公司聲通在伊朗的業務 的確存在誤導匯豐銀行 期間孟晚舟若過遵守協議的條件 美方就會撤銷起訴 並同意撤銷向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要求 條件包括不發表同事實陳述相違背的言論 或者以任何方式說自己簽署這份協議 並非自願、不知情或者被迫 加拿大法院其後就孟晚舟的引渡案舉行聆訊 批准代表政府的律師申請終止有關聆訊 同時撤銷孟晚舟的保釋條件 孟晚舟即時獲釋、重獲自由 通過三年來,我的生活已經被打倒了 這時期的時刻給我 作為媽媽、妻子和公司的公司 但我相信每個蟻蟻有銀行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祖国,还有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资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孟晚舟随后在温哥华机场准备登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相关人员送行。 孟晚舟随后在机场发表感言,再次感谢中国,说没有强大的祖国,没有她今天的自由。 形容回家的路虽然曲折起伏,但就是世间最暖的归途。 据报孟晚舟搭的航班编号是CA552,预定今晚大约9点抵达深圳。 航班追踪网站显示,那个航班路线和一般由北美前往东亚的民航机不同, 向北甚至梁眉偏东飞往北冰洋方向,避开美国领空和周边空域。 新华社报道,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已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微博发文,说欢迎回家。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道。 在孟晚舟重获自由后,加拿大宣布在华被拘留近三年的两个公民, 买克尔和康明海,正是坐飞机回加拿大。 中方暂时未有回应,美国就说欢迎中方决定。 孟晚舟坐飞机离开加拿大的消息传出后大约一个小时,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见记者,宣布麦克尔和康明海回国。 康明海和麦克尔将会在当地星期六早上回到加拿大。 杜鲁多说两个人重获自由的细节,以及相关初商和事项, 都留待两个人抵国之后再说明。 记者会上也没有评论事态发展对中国以及加拿大双边关系的影响。 他感谢两人家人的支持,以及全球盟友以及伙伴一直以来的努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发声明,欢迎中方决定释放康明海和麦克尔。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过境期间被捕。 几日后,康明海和麦克尔被中方以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围由拘留, 到去年被控以间谍罪。 其中,麦克尔今年8月一审被判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罪名成立, 判有企图刑11年驱逐出境。康明海今年3月也接受了闭门审讯。 中方一再强调,两人的案件和孟晚舟案无关, 又指责加拿大大肆炒作、混淆是非,污蔑中方搞任意激压和揭逼外交。 无线电视记者李进来报道。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外界一直将案件视为中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 案件也令中国和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关系转差。 2018年12月1日,中美元首在亚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 尋求缓和贸易战。 就是这一日,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驱捕过境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美方指控他没有将华为透过在香港注册的子公司声通 和伊朗的业务往来,如实告知汇丰银行涉嫌欺诈, 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的规定,令到汇丰蒙受违反制裁的风险。 美方寻求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 孟晚舟否认控罪,交了800万美元保释金之后, 被拘禁在温哥华的御所。 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有利美国的国家安全 和有助中美达成贸易协议,他会介入孟晚舟案。 孟晚舟的代表律师也曾经在庭上形容, 特朗普政府就好像视孟晚舟是中美贸易战的谈判筹码一样, 认为如果想让孟晚舟重获自由, 就必须先让美国在贸易战中占优。 中方多次重申,加拿大沦为美国政治迫害的帮凶, 批评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 孟晚舟的爸爸说为创办人任正非, 也都坚信过女孩清白。 孟晚舟的引渡案上个月在加拿大完成聆讯, 法官原定下个月定出裁决日期,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 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方官员就已经有和孟晚舟的代表律师, 初商然后起诉协议。 但是孟晚舟一方坚称无罪, 谈判之后告吹。 到现任总统拜登, 今个月初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聊天后, 司法部官员近几个星期开始, 就和孟晚舟一方重启初商。 而孟晚舟亦都希望和家人团聚,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孟晚舟获释回国。 无线电视记者来进来报道。 华为公司发声明, 期望副董事长孟晚舟尽快安全回国, 和家人团聚。 美国前年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又要求盟友停止采用华为5G设备。 有舆论说孟晚舟案令中方决心加强发展半导体技术, 相信美方会继续压制华为。 对于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获释, 华为公司发声明说, 将会继续就美国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有关公司的诉讼里, 维护自己权利。 有深圳市民就认为, 加拿大在美国要求下扣押孟晚舟, 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发展。 回顾2019年1月, 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部分子公司和孟晚舟, 指控包括涉取商业机密、欺诈银行等等。 同年5月,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和相关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黑名单, 以为美国公司需要当局许可, 才可以向相关公司出售零部件或者转移技术。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说过, 面对美方施压和指控, 华为不会死。 除了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来也要求盟友不要采购华为5G网络设备, 但美方没有提供实质的证据, 证明相关产品威胁国家安全。 《纽约时报》早前分析说, 美国在无线技术方面落后, 华为是最大的竞争威胁。 面对海外晶片供应受阻, 令中国决心投资发展电脑晶片, 尋求在半导体技术独立自主。 华为亦自行研发作业系统。 今年6月推出的《鸿蒙2.0》 在短短三个月用户已超过一亿。 美国司法部扬言会就刑事检控华为公司作准备。 有当地传媒说, 不排除检方以曼晚舟部分的供持作证据, 今后会继续压制华为。 加上美国拜登政府和其他国家商讨牵制中国, 相信中美关系仍复杂。 武先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有分析认为, 曼晚舟事件对美国实际利益影响有限。 释放曼晚舟是不想中美关系雪上加伤, 但长远两国关系难有改善。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小佳 形容曼晚舟事件是美方犯下严重战略错误。 曼晚舟事件对美国本身的实际利益影响很有限。 继续纽续下去, 只会令美国和加拿大负商增大代价, 特别激起中国人, 包括海维怀、路火, 协助澳晚舟, 对孟晚舟的影响更出处。 不想再增加他们的国家的利益和损失。 不想在中美关系, 变成雪上加伤。 孟晚舟被釋放的同事 兩名加拿大人也獲准離開中國 相關的舉掃會否有助緩和中加關係呢 有學者認為孟晚舟獲識是中美兩國元首 早前通話之後達成的協議 但是不看好中美關係 會因為這次事件而有好轉 環球時報發社評說孟晚舟最終以不認罪的方式得以獲釋 維護了自己和華為公司以及中國的國家尊嚴 又說兩名加拿大人犯下的刑事罪 和孟晚舟無辜的政治蒙難在性質上截然不同 加拿大和西方顛倒黑白的罪事 改變不了人對孟晚舟案來龍去脈的常識性判斷 期望孟晚舟獲識為中加關係重啟 和中美關係出現鬆動帶來鼓勵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宏報導 有些人待會回來還會不到 支聯會宣布解散 港澳辦形容是反中亂港組織必然下場 說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追究到底 澳門再有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下午展開全民核酸檢測 回到新聞時間 支聯會決定解散進入清盤程序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即使支聯會解散不代表不會被剔除公司註冊 支聯會特別會員大會在旺角六四紀念館舉行 45個會員代表出席 41票贊成4票反對之下通過解散議案 大會推選蔡耀昌和李卓仁太太鄧二娥 代表處理清盤事宜 支聯會的常委會已經是停止工作 即是說支聯會在接下來 是不會再有組織名義的任何的立場活動 是會進行 六四的集會已經不是好像過去30年一樣 是這麼順利地舉行了 但是我想沒有了原先的平台 不等於這個信念 這個希望就沒有了 這個信念是藉在每一個香港人的心裏面 人在希望就在 過去32年 和支聯會同行 非常感謝每一位香港人 蔡耀昌就說要多久去做這個清盤程序 暫時未知道 但是強調要點算資產和負債並不複雜 在向公司註冊處作出最後報告之前 會再開會員大會通過報告 至於支聯會解散之後會不會亦都被追究 蔡耀昌說執法需要在陽光下進行 讓外界知道是否合法、合憲 保安局就說支聯會決定解散 和會不會被剔除註冊是兩件事 如果我們都認為要將它移除的話 我們這個行動會繼續 因為它是否決定解散之後 可能還有很多後續工作要做 是否在任何階段 又不再去繼續解散 我相信這是一個兩件分開的事情 是同步進行 無線電視記者 利用坤報道 港澳辦說支聯會宣布解散 是反中亂港組織必然下場 說支聯會自成立起 提出顛覆國家政權綱領 不斷通過造謠、誹謗 組織非法遊行集會 攻擊抹黑共產黨領導 憲法確立國家根本制度 煽動民眾敵視 甚至仇恨共產黨和中央政府 以達致推翻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港澳辦又說支聯會長期勾結 和配合外部勢力 對中央、香港施壓、制裁 充當滲透、顛覆活動急先鋒和馬前桌 所作所謂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不是百般狡辯能夠抵賴 也不是打悲情牌能夠蒙混過去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罪咎 有32年歷史的支聯會 成立時旗下曾有200多個團體 中置包括支援內地民運人士 港區國安法生效後 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綱領被指涉嫌違法 亦被內地官方媒體形容系反中聯港 1989年北京民運 五月底本港百萬人遊行 聲援天安門廣場學生 民主民族 人民族 香港市民支援外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在遊行當中宣布成立 演藝界人士舉辦馬拉松式籌款演唱會 民主歌聲獻中華 支聯會之後將收集到的捐款 由李卓人等帶到北京 去到6月5日 李卓人計劃回港的時候 一度被公安扣查 最近香港某些人到內地來 鼓勵支持參與 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法活動 是中國法律所不能允許的 司徒華為首的多個支聯會創會成員等 發起黃雀行動 營糕被通緝的民運人士去到海外 之後每年的6月4日 結束一黨專政 堅持民主中國 是我們始終不如的奮鬥目標 到回歸後 晚會繼續舉辦 外國不等於支持一個政黨 支持一個領袖 或者甚至是一個政權 籌到的捐款 除了支援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 支聯會亦曾經為內地籌款賃災 包括2008年民村大地震 2011年司徒華病逝 平反八九民運 去到近年支聯會被本土派非議 2013年晚會主題 包括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 本土派批評他們 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 支聯會最終決定刪去主題 六四晚會亦都被批評是行禮月宜 2015年 學聯25年來首次缺席 除了一年復一年的悼念之外 更加需求抗爭 重奪香港人自主的命運 四個大學生代表當晚 在台上焚燒基本法 支聯會2014年成立六四紀念館 出現違反公契等法律爭議 一度要閉館 前年搬到旺角重開 但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被當局已未有公眾娛樂場所 牌照調查 這個綱領亦都捲入 是否顛覆國家政權的爭議 疫情之下 去年警方以防疫為理由 反對舉辦六四晚會 支聯會照樣去到維園 主席李卓仁一共二十六人 被控非法集結等罪 去到今年 執法機關首次引用公安條例 維封部分維園 聲言會到場悼念的 副主席周恒和被捕 被控线或他人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真正大跌 支聯會自4月開始 陸續有會員團體退出 中聯辦發聲明說 支聯會過去30年 從來未停止過煽動對國家 對執政黨的仇恨 推動美國制裁香港 圖謀攬炒香港 是嚴重損害國家和香港利益 武士廉視記者 劉振玉報導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報導 海航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 涉嫌違法犯罪 被採取強制措施 集團黨委書記說 錯誤要由犯錯的人承擔 回來新聞時間 海航集團董事長陳鋒 和首席執行官涉嫌違法犯罪 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集團說旗下企業運作有罪 生產經營不受任何影響 年初宣布破產重組的 海航集團高層出現變動 集團在星期五晚發公告 說接獲海南公安機關通知 集團董事長陳鋒 和首席執行官談向東 因為涉嫌違法犯罪 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海航說 集團和旗下企業運作穩定有罪 破產重整工作依法順利推進 生產經營不受任何影響 集團的公告 都未有詳細交代兩個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原因 集團黨委書記顧剛同日夜晚向員工發信 說很多基層員工可能對有關的消息感到惡然 但一些高層組已經預料到 對海航來說這個消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但這天代表的只是歷史 又說發生的已經發生 要收拾心情 錯誤要由犯錯的人承擔 強調海航重新成為正常企業的希望就在眼前 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聽黨的話 團結在一起 用最好的面貌去迎接重整最關鍵的時刻來臨 確保各項工作順利 海航集團近年陷入財困 2019年上半年負債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 海南省政府在去年年初成立工作組 進駐接管海航 海航在今年1月底 宣布被債權人申請破產重組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穎報導 內地近日突然將多套日本動畫下架 話涉及暴力情節 內地傳媒報導說近日多個影音平台 已經無法搜尋超人迪家等多套日本動畫 有家長透露 子女收睇後模仿超人打怪獸 打其他同學 外界推測有家長投訴 導致動畫被下架 國家廣電總局說 支持製作、引進和播放內容健康向上 弘揚真善美的優秀動畫 堅決抵制含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節 和畫面等動畫在網上播出 又說青少年和兒童是動畫主要受眾 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機構 應該辦好兒童頻道 規範節目內容 為青少年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網絡視聽空間 內地的網紅近日掀起佛緩熱潮 穿著名牌到佛紙打卡 被官媒批評造成社會歪風 穿著吊帶裙抄佛經 拿著名牌袋穿著增幅在佛紙拍照 這些是內地近期流行的佛緩風 即是指禮佛的名媛 喜歡在社交平台 尚載在佛紙穿著暴露的衣服 或者抄經文的照 每則發文都會寫上佛言佛語 內地傳媒報導 有人刻意在耳珠打波尿酸營造佛相 不少網紅靠禮佛賺取人氣之後 就開始直播大貨 以貴幾倍的價格出售佛珠 央視近日發文說佛緩在宗教場所 蘇手農資欠缺尊重 而以宗教名義進行商業宣傳 更加是涉嫌違法違規 批評佛緩食相難看 另外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行的工人日報 就形容佛緩是妖業影響社會風氣 遭到發文批評之後 抖音署罰了48個利用佛緩形象虛假營銷的帳號 小紅書就清理了70篇涉及佛緩的違規發文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宏報導 其他消息 澳門兩個酒店保安先後確診新冠病毒 和早前一宗由土耳其輸入的個案相關 由最澳門記者黃偉知不達 確診的是32歲利帕爾籍男人 在用作隔離酒店的金黃宮中國大酒店做保安 他27歲同鄉同事前一晚也確診 兩人已經接種兩劑國藥疫苗 澳門當局說 早前有一宗由土耳其輸入個案 兩人都在這名患者檢疫的樓層工作 主要負責量體溫 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愚說 新冠病毒在社區傳播和爆發風險極高 凌晨進入即時預防狀態 所有離境人士須遲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被問到會否考慮關閉賭場和娛樂場所 歐陽愚說正在不斷研判 包括紅馬和黃馬的核酸檢測情況 將會視乎結果決定是否採取進一步措施 無線電視傳澳門記者黃偉知報導 澳門相隔一個半月再次進行全民檢測 預計72小時完成 因應澳門最新疫情 珠海和香港即日宣布收緊澳門入境檢疫限制 由主澳門記者黃偉知報導 澳門對上一次全民檢測是8月4日 涉及一宗輸入個案 結果一加四口染疫 今次在因應個案出現展開全民檢測 全澳52個地點共設367個採養站 預計72小時完成 關閘附近的工人體育場核酸檢測站 早上已經大排長龍 排隊期間有人不滿 今晚好一場做得不合了 有甚麼感受 當局規定 市民檢測之前必須預約 如果無法預約 可以到七個特別設立的關外站 不過仍然有人不清楚安排 朱海市收緊由澳門入境措施 由原本需遲7天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收緊至24小時內 星期日早上6點至星期三凌晨12點 一般入境人士需集中隔離14天 有內地旅客趕著做檢測回去內地 澳門當局說理解川海方面的決定 預計會影響國慶黃金州入境旅客人數 希望盡快壓制疫情 香港由晚上10點開始 亦禁止由澳門入境人士使用回港二或來港二 如底港人士未完成接種疫苗 必須進行14天居家檢疫 打齊針就縮短至7天 無線電視傳澳門記者黃慧之報道 有些暫時回來還會不得 水警派艇是沙洲返艇 一個女警失蹤 美日印澳四國領袖舉行安全對話 承諾共同應對海洋秩序挑戰 但沒有點命中國 原來是少了 字幕翻譯 顯示測 封門雷 名字幕翻譯 二間一艘水警快艇 早晚在沙洲追截走私船那陣返艇 Här有些水警民愛 獲救、送院治理 一個旅警至今仍然失蹤 警務處處長蕭澤儀說今晚會繼續搜救 事發後警方在龍骨灘一帶出動無人機 協助運失蹤的旅警 警方說早上大約九點半 一艘水警快艇在沙洲一帶 即是龍骨灘對出返艇 四個人墮海全部是警務人員 當中三個人被救起 飛行服務隊亦都出動協助 獲救警員之後被送到屯門醫院治理 警務處處長蕭澤儀 今晚到了醫院了解 我們和所有相關部門 包括消防署、飛行服務隊 甚至乎內地相關部門 所有搜救行動 我們現在全力在進行中 我們今晚仍然會繼續 我們小艇也立即展開追捷 並在長洲附近發現了 第一隻快艇 據了解 失蹤的系水警高級督察林苑儀 去年年初 海關一艘巡邏艇 在沙洲退出海面 執行追捷任務時候 懷疑受撞擊反轉 造成三個關員死亡 兩個關員受傷 無線電視機者 德文康報道 前年11月里大示威衝突 五個人被控在佐敦一帶參與暴動等 其中三人暴動罪成 判籌5年至5年8個月 五個被告被控前年11月中 在家市居道和佐敦道之間的 尼敦道一帶 和其他身份不明的人參與暴動 當中25歲廚師郭俊明 28歲運輸工人丁培基 和25歲適應蔡潤婷暴動罪成 蔡潤婷判籌5年8個月 在三個人中認其最重 郭俊明判籌5年2個月 丁培基就判籌5年 法官黃施麗判刑時候說 案發時候有數以百計人士在場聚集 涉案範圍大 有人投窄汽油彈、磚頭、設置路障和縱火 在公警員形容面對猛烈攻勢有警員受襲 現場又檢獲近20支汽油彈和弓箭 三個罪成的被告當日有被移離 穿黑衣戴防護裝備 無視警方呼籲仍然置身在現場 蔡潤婷扔汽油彈各式鮮明 行為積極主動 黃施麗說不容許案中集體暴力行為 判刑需要大力阻嚇迎頭棒渴 防止案件重演 否則社會需要負上慘痛代價 至於同案無業的羅偉棟 和補習老師姚進輝 早前獲判暴動罪不成立 但姚進輝事發當日管有七包索帶等 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成 判囚8個月 無線電視記者周進鋒報道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即使港區國安法已經立法 但部分罪行未能完全涵蓋 包括間諜罪行 形容現在是《基本法》23條 立法的最適當時候 港區國安法生效超過一年 當中第7條要求特區 需要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包括《基本法》23條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23條可以涵蓋更多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 例如是間諜罪 很多當時未想過的事情 一一都在香港發生了 包括一個顏色革命 包括有些本土恐怖主義 包括真的有些外部勢力 在香港是勾結本地的人 過了兩年我們很突出 看到香港發生了不少間諜行為 而在我們2003年的版本 這方面我們都要重新檢視 再加上《國安法》立法之後 有些案件會陸陸續續審判 以及法庭的判詞判決 我們都會考慮 在我們新的23條裏 都會包含在這裏 我相信下一個立法會的完成 至於用甚麼方式去諮詢 我們都要看看到時的實際情況 以往10月10日有團體或人士 會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鄧炳強說可以慶祝辛亥革命 但不能鼓吹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來 母線電視機者一流進入報導 外交部昨天發出清單說 美國從五方面干預香港事務 和支持反中亂港勢力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都發文支持 林鄭月娥說強烈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 形容是其幸可恥、其心可諸 又說相關事實不容爭辯 國際社會和香港市民會對此感到憤慨 至於李家超發表網誌說 清單令人看清美國為自身政治利益 圖謀打擊中國違反國際法 又嘗試以制裁威嚇本港官員 他強調美方圖謀不會得逞 國家亦不會讓美國得逞 本港和內地官員明天在深圳 舉行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 商討包括通關等議題 本港疫情持續放緩 但一直未能與內地通關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說 會先由兩地專家對接商討 星期日在深圳舉行的對接會議 港方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出團 與會的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政府專家顧問之一的許樹昌等 據了解內地一方有港澳辦和維健委等代表 疫情方面本港新增9宗輸入個案 分別來自英國、印尼和尼博爾等 有8個人驗出L452R變種病毒 包括一個9個月大的南英 大部分人已經打了針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而一個14歲女孩 今個月5日在香港檢測程陰性 8日乘搭CX-251航班前往英國 兩日後在當地做的檢測程陽性 她本身已經完成接種復必態 她居住的淺水灣南灣道華景園一座 納入強制檢測 無線電視記者張永恩報導 下輩